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标准库类型Stream和Vector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标准库类型Stream 我们在前面也简单介绍了一下Stream类型的使用 那么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Stream类的一些知识点 Stream是定义在STL中的 它可以用来替代C风格的色谱串 它使用非常的方便 同时也很安全 使用它需要包含Stream的头文件 它是定义在STD这个秘密空间中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来介绍一下 如何定义和初始化Stream对象 第二个是如何在Stream对象上进行一些操作 第三是如何读写Stream对象 我们会通过一些代码来介绍 Stream实际上是一个类 这个类支持一些常用的对字符串进行的操作 同时也能够自动的管理内存分配 可以把Stream类形象成一个基本的类型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挥Stream的作用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加号连接两个字符串 使用加等于可以向一个字符串末尾去加另外一个字符串 通过比较运算符我们可以进行字符串比较 无需使用说STRCMP STRCAT这些C预言提供的一些扩含数 同时我们可以使用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号 等进行字符串的比较 这都是很方便的 我们在使用C风格字符串的时候 经常需要考虑缓程区的边界 以免造成缓程区溢出的情况 使用Stream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说使用Stream是很安全而且很方便的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初始的定义Stream对象 首先我们要包含Street的头文件 这里再强调一下 第二个要using names with STD 它是我们默认引出的标志符都是在STD中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闷函数的这六行 都是用来定义和初始化Stream对象的 它们是六种不同的方式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直接定义一个Street的准备对象 因为没有任何的参数 所以说这个时候它是空字符串 第二行定义了STR2 后面跟着括号 括号里面跟着以刷引号包裹的一个字符串STR2 这种形式就使用过道函数的这种方式来初始化的 第四行跟第三行效果是一样的 它俩是等价的 大家只要记住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第五行表示将STR5初始化为由十个A组成的字符串 第六行是把STR5复制给STR6 这个时候STR6是STR5的一个副本 在定义好一个Stream对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了 前面我们也说过 Stream类支持一些标准的算术运算符 这里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复制运算符 我们可以对一个已经定义的字符串 进行复制操作 比如说我们对SDR1 因为前面是一个空的字符串 那么这里我们给它复了一个新的字符串 比如我们给它复制为Hello World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再对STR2签一个复制 比如说我们给它复制一个 我们也把一个字符串复制给它 我们复制一个Hello给它 因为STR2原来的值是STR2这个字符串 在复制之后 原来的字符串 原来的值就被新的值给覆盖了 下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个加等一算符 用于字符串的连接 比如说这里STR1 我们使用加等于STR2 这个时候就将STR2追加到STR1的末尾 这个时候STR1的值就是Hello World 再往下我们再介绍一下 下号预算符 它可以进行两个字符串的连接 比如我们定义STR2等于STR3加 这个时候STR2的值就是 就是S加3加一个5W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使用加号预算符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加号预算符的两侧 有一个一定要是Zoom类型的 否则的话就会编译出错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种错误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两边都是 Zoom类型是Zoom敦常量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编译的时候就不会编译通过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报错 我们看到失败一个 其实信息是加号不能添加两个指针 这点大家要注意 我们把这句话就是掉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比较预算符 比如说等于不等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等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等于预算符 比如我们比较一下STR2 等于STR3 用来判断 STR2跟STR3是不相等 如果它俩相等的话呢 那这句话就是返回处 如果不相等的话 就是BOSS STR2不等于STR3 他们都是返回值都是布尔类型的 大于等于预算符 比如说我们使用STR2 大于等于STR3 这个上的比较是采用字典顺序 什么是字典顺序呢 这点大家作为课外任务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里呢我们就不介绍了 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下 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size呀 empty呀等等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 size方法呢 是用来返回字符上的长度 比如说我们使用STR2 点size 它可以返回STR2的 这个对象的一个长度 这里呢我们使用 一个int类型的size来接收它 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 使用C分格字符上的时候 可以使用下标 来对每个字符进行访问 我们可以使用下标计算符 来对这个对象中的每一个字符进行访问 类似于这种形式 int的范围呢 是0到size-1 而如果越界的话呢 就会出现不可意料的错误 因为CDR标准并没有定义 empty方法呢 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字符上是否是空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是一个简单的文本编辑器 我们每次从键盘输入一行的数据 入完成之后 然后打印出来输入的所有数据 看下来怎么去实现 首先呢我们定义一个strm对象 它用来保存所有的字符串 因为我们最后要把它全部输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再定义第二个字符串 它用来保存每次输入的一行的数据 由于一行数据可能会包含多个空格 我们知道空格 回车和置表符是空白字符 它们可以作为输入的间隔 它们不会被直接输入到人类对象中的 要想每次读取一行的数据 我们可以使用CDR中提供的xline 它的第一个参数呢 是输入留对象 CIN 第二个参数呢 资论类对象 我们这里我们填入str1 当该其兰遇到回车的时候 它会从输入留对象 CIN中取出这行数据 并将它复制到str1中 由于呢我们是循环 从键盘读取 所以这里呢我们使用well循环 这里呢我们表示 每次从键盘读取一行 读取一行之后呢 我们将这一行数据追加到str之后 我们这里使用加等于运算符 str1 在输入完成之后 输出所有次数之前呢 我们想输出一些统计信息 比如说所有的次数数啊 所有的行数啊等等 这里我们怎么来计算行数呢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在每次回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记录回车的次数 在每次回车的时候将总行数加1 我们这里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叫nlines 来保存所有的行数 每次回车的时候呢 nlines 都会加1 出完成之后 我们输出 一个统计信息 首先我们输出 totalchars 表示总的次数数数 我们可以使用str.size 这个来获得 另外呢 我们再输出 totallines 表示总的行数 我们输出 nlines 换行 下面呢 我们再输出 所有的字符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指定一个特殊的字符 作为我们输出的条件 这里呢 我们可以使用 输出q 表示我们完成了输入 str1 是不是等于 q 来表示我们是不是已经输入完毕 如果是q的话呢 我们就break一下 把单码输入完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随便输入几行 现在我们输入了6行 我们输入q 大家可以看到 totalchars 71 totallines是6 上面输出了我们每行输入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所有的字符 都输出到了一行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在回车的时候 因为回车 作为一个空白字符 是不会被 strand类对象所接收的 这里呢 为了跟我们输入的 这种格式保持一致 我们需要进行一下处理 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以在每次输入一行之后 往str后面加一个换行辅 类似于这种效果 我们再来看下效果 再随便输入几行 这种我们输入三行 我们再输入q 大家可以看到 输出的格式就跟输入的格式是一致的了 总的字符数呢是26 total lines 总的行数是三行 这一键 最后呢 我们有一个知识点要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strin是一个类 其实呢 它内部也是使用cfung的字符串 来实现的 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一个方法 来获得它的 这个cfung的字符串的一个指针 它的方法叫做 cstr 这个方法 大家要注意呢 这个方法返回的指针 是一个const chart 类型的一个指针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读 不能写 另外呢 因为我们 strin对象呢 是可以自动增长的 就说如果你在 对strin对象进行追加的时候 如果它原来的空间不够的话 那么它会将 原来的空间进行销毁 然后重新分为一段更大的空间 它内部是可以自动管理 这种内存的释放和分配的 如果说一旦 内存重新进行了释放和分配 那么你原来获得的这个p的值 那就是无效的了 这个时候你对p进行一些操作 那就是有些风险的 最终呢 虽然说它可以返回指向c分额字符串的一个指针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去使用它 另外呢 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几节课了 大家一直在看我进行操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自去实践 学连城呢 就像学游泳 你在岸上看别人游一百年 你不亲自下水 你也是学不会的 所以大家在底下 一定要多练多写 好 今天内容就这样